今天總統馬英雄來到 我們先來關心相關的消息 由內進部應建宿經費補助 各自政府整個集團的進入文化公圈 一定在今年十月份全區開放 橫區來北洋瓦除了中現駐路北京 北洋儲和的經濟之外 在保護的時期 也將發揮獨水和地方的好個 公民、檢舉、警官和豐災 上午市長安民會 培董馬總統思察 了解市場建設的推動 暫時29公斤 為在四川路和文化路附近的公社公圈 也就是認入文化公圈 將其市政府一定通話 在今年十月份全區開放 21號上午 馬總統在市長安民會 頂人的培董告中思察 在認入文化公圈 也將中現以前 移入北京北洋儲和的經濟 大家只有在記憶裡面 照片也找不到了 現在我們在找回來 那找回來的同時 它還負擔有一個調節的功能 這個雨季或暴雨來臨的時候 尤其是颱風季節 它就能夠得到一個蓄水防洪的作用 那這個整個北鄉湖裡面 總共的有效蓄水量 大概是一萬六千多公噸 那現在看起來看得到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水量 是六千多公噸 它完全是採一個自然駐水法的一個功能 經過了解 認入文化公圈是由內政部 應建設保助兵府 就將其市政府來執行 全區29公頃用地 開票為文化公圈的使用 並以綜納概念為主 典型臨上紙米和住人警官 市府共町 所幾位的北鄉湖 檢基京官米京和治鳳池的概念 共町平你是京官休憲 貨水其實是收集的貨水和伯伯 貨上連動以發揮通大的風災公靈 你真的幸福他認載年代全面開放 西新新聞科教給大家去採訪報道